今天開始 我們用最新話 最主題的風險 來講新聞 汪傑銘 新文放輕鬆 歡迎收聽新文放輕鬆 今天很高興 你看看我們的畫面 是不是又仿如一年就過了 因為去年的同一個時間 過年的時候 也是我們三個人跟他一起說 新年快樂 以前我們在小時候說 新年快樂後面要加三個四個字 恭喜發財 沒有八個字 紅八來 這是女生說的 因為他看起來 你應該還可以 他可以 因為就我年齡他可以 就你年齡 算了 掉過去 好 當然我們很開心 今天是除夕 其實我們昨天就是 就是訪問了陶文老師 大家都有聽 他有告訴大家 這今年是一個特別的一年 因為二十年的財富就在今天晚上決勝喔 那今天晚上一定要贏財神 那財神他有跟你講 拿個盤子 準備十二個 五十元的硬幣 正反正反堆成一圈 中間有紅紙條 廣邀 廣納四方財 那你如果這個做好之後就在午夜的時候先放到你的戶外 那如果你不能放鞭炮 記得就用力鼓掌 然後說財神來 財神來 財神來 那贏完財神之後在靠近北方 你家裡北方的部分找一個隱藏人家看不到的地方 把它放一整年 據說這樣效果會贏二十年的財 因為他們說這個有一個什麼 今年是一個特別的一年 就是這一年贏的才是照顧你二十年 我是不需要二十年啦 但是對於四年號選立法委員的戴偉山來說 當然就非常重要了 喂 喂 我從來沒有這樣宣佈 這是爆雷嗎 關關謝關謝 前田哥的新年願望 我的新年願望 這不是我的新年願望 是我的 對是秉優的 也不是秉優的願望也不重要 是我們全板橋市 每一個人 每一個爸爸媽媽跟他小孩 以及阿祖阿公 都盼望命忙了 你是四年後 離板橋東區西區 東區 東區的時候 我們戴偉山戴女神 代表民進黨打敗 那個誰 耶 夜圓 子阿祗阿祗好不好 阿祗好不好 阿祗好好不好 代表民進黨 動選 代表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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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山 動選 我覺得傑平哥跟你一樣 還沉醉在那個選舉的氣氛裡面 我已經跳出來你知道嗎 我一選完我就馬上出國買機票我就出去了 有 我在妳的臉書上有看到 只是憤怒跟激怒而已 剪輯哥對我本來會給我留言 那一則完全沒有留言 我有發現 好像剪輯哥不見了 我有突破的看一下 立刻反野 我要在台灣 生氣 沒有啦 沒有生氣 這個是表情是 事實上那段時間 很多的 一選完很多人都出國了 對 對 那有人還繼續出國 對 就是挑那個 有一個評論員就挑那個 2月1號立法院選舉那天 他先出國了 因為他不想要評論這個選舉是不是 好啦 這個事情在 已經都過去了 那我們當然時間過很快 我們記得上次在過年的時候 我們在討論說 對於去年的這個選舉 有什麼樣的期待 那時候我們還聊了這些事情 在時光一下過去 選舉也結果出來了 好 當然我比較好奇的是 按照我們的風俗習慣 我先問一下秉佑 過年有什麼願望 過年沒什麼願望 就是希望能夠好好休息 真的 好好睡一覺 對 好好睡一覺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對我們來講最奢侈的事情了 我們兩個浮選都很用力 真的真的 像我每天睡5個小時 已經連續不到半年以上了吧 怪不得我看到你 像陽光一樣 你說最近有睡比較飽 有陽光就對了 昨天小年也睡比較飽 對 你看他的臉是可以擠出牛奶 你知道嗎 對 真的 哪有啦 他說他只睡5個小時 其實我不太相信 因為他其實每天都維持很強的那個活力在浮選 對 對 必須啦 但這個時刻一定要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被壓榨完一整年之後 其實大部分民意代表應該都希望就是這段天就是休息 沒錯 就是休息 真的真的 應該是我們壓榨自己 對我們 我們Push自己 要幫人民服務更多 賴清德總統你有聽到這段話吧 他們說這兩個被你壓榨 我們叫 沒有我們 我們這叫自我剝削啦 自我剝削 就是如果我們不做 我們會覺得對不起自己 對 這才是重點 其實不一定有誰要求你 但是你就會覺得 大家都這麼努力 你不能落後 對 但我們可以希望賴清德發紅包給我們 沒有 這個願望你絕對沒有可能發生 我也覺得 你知道其實每一年我們都會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禮物 然後我們都會覺得 國民黨人真的很敢送禮物 然後我們在等民進黨的這些官員送禮物的時候 我們都想每年都不要想 所以尤其是賴清德的禮物 想都別想 不過這個賴清德剛才聽到了 紅包應該給的 對 大家那麼辛苦對不對 那真的你沒有什麼願望 譬如說小孩希望長大 然後那個 好像不用過年他也會長大 真的 對其實就是聽起來 真的不想當議員 就覺得越來越 好像越來越沒辦法 看不到希望 就是願望就是過年可以好好睡個覺 然後待會再大笑 大笑是認同的意思 認同的意思 就是認同 對 像我過年的時候我就會想說 我去選幾本好書 然後因為我今年要去泰國嘛 現在就是跟大家錄完影 我覺得就要準備 應該已經飛到泰國了 然後每次去泰國就會準備幾本書 然後看兒子去購物的時候 然後可以在那邊看一下書 因為每次過年很無聊 然後就想說這就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時間 然後未來一年呢就是國泰民安 那我比較擔心是520之後 蔡英文的庇護結束之後該怎麼辦呢 那我來放空股票 又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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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傑平哥是講這種方面的話 其實我今年有一個比較 對自己的期許就是可以順利減肥啦 對 因為我覺得去年這一年 曾經想要控制飲食啊 可是因為選舉期間你覺得 你也你的整個作息是很混亂 然後你沒辦法固定一個運動的時間 然後就會覺得 算了 反正你控制飲食跟不控制飲食 就差那一點點 然後反而你讓你自己心情會很不好 所以就會覺得就隨便吃 那其實對身體狀況還是會不好 所以就希望說今年沒有選舉的狀況 可以把身體再調整 回到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但是講到吃這件事情 議員有權力拒絕吃這個件事嗎 不太有耶 其實不太有 可能吧 對 其實不太有 那你先講我再問一下文生 怎麼可能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就是 因為你的體力消耗的很多 然後我們用腦用很多 所以其實你吃的不夠的話 你會頭腦空空的 這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尤其是像要上節目的時候 會講錯話什麼之類 就很小心 講錯話是我的習慣 傑民哥總是可以轉得很快 所以這個比較沒有這種壓力 有時候像我們這種比較 魯頓的轉不過去就撞山了 不是 講錯話 你們只要講 當你們講錯話的時候 你就要想一件事 傑民哥講錯話的比我高 所以我算是OK的 OK 所以我要說 韋山你應該到每個地方 但他都請你吃的吧 沒錯 尤其你這次決定台灣選舉 你應該是從台灣吃到了美國 從美西吃到美中 再吃到美東 真的 然後回到台灣進去吃 然後現在吃到日本嘛 所以跟傑民哥報告 我已經胖了三公斤 哇 現在是我人生史上的體重巔峰 被觀眾朋友知道 對 然後所以真的是 因為每個人都 我不是要說 好像看不出三公斤 好像不太理解 有啦有啦 都放在你們看不見的地方 所以重點就是 每個人都會為你吃東西 你去一個地方跑團 然後夾一個蝦子給你 夾個 就撈個湯給你 你就一定要喝啊 因為這是選民的愛心 是啊 然後就一直吃 對啊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 我們的工作就是六個 那個李政浩就帶了一頓的食物 一頓的食物 那個真的太誇張了 可是就是說差不多的概念 就是他就一直遞食物給你 對啊 我那時候輔選 還有人特別跑到後台 就是要塞不同的食物給我 什麼鳳梨酥啊 當地的名產啊 牛舌餅啊 我都覺得 議員的那個戰鬥服啊 比如後面就是 新北市議員戴瑋山嘛 對 前面就是請我派大衛西 不是嘛 而且事實上 像你們在臉書上面 也要常常很親民的去拍 到某個餐廳吃飯啊 對 那個被拍的那個畫面 除了那個吃飯 有那種美食家的感覺嗎 比又是沒有啦 我比較少 對 比又比較像那個 爆食者 爆住 然後那個 那個尾餐就會比較像是那種 就知道 美食家 然後接下來開始美食評論 然後現在那個很多人 就開始跟他圍在一起 他就笑得跟花朵一樣 那個餐廳的生意就好到飽 對 你有這種經驗嗎 會啊 偶爾我們也會去做那個美食的這個介紹 會不會 滿適合的真的 坦白講 除了議員立發委員之外 也可以兼職 兼職 對 好 我來開啟我的事業第二組 不是 我其實比較好奇是 我想問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嗯 請問一下 你當立發委員之後 你最想要做的事是什麼 這好像有點遙遠耶 不是 這不是你的志願嗎 是 打倒業員制 沒有業員制真的是 真的太糟糕了 都沒有在服務 為什麼可以當選 我那天看到開票我真的很難過 我是真的很想哭 我覺得 社會 這樣世界會讓人我覺得很不公平 認真的人竟然沒有當選 對 然後每天上節目賺通告費的人 他一年賺三百萬耶 然後就這樣當選 我在議會幾乎沒有看過他 你也是吧 國民黨假期動員他也沒來 我們在 因為剛好他其實跟我同一個審查會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 對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 就是我們在開小組會議的時候 審查所有的這個 各局處的預算啊 或是計畫的時候 我從來沒看過他出現 所以其實去年最後 今年啊 今年應該是選舉今年 對 今年最爆雷的事情 就是議員之當選 可是其實在選舉前的時候 你跟議員之好像在臉書上 沒有發生火花 對啊 因為議員之沒事 那為什麼找你麻煩 其實他常常找我麻煩 就他沒事就在臉書上罵我 聰明 聰明 蹭 蹭我嗎 對 他如果蹭我沒有人感覺啊 兩個男人什麼要蹭 蹭你 沒feel啊 對不對 因為要蹭就要蹭新北市最美的議員嘛 將來是 立法院最美的立法委員 他蹭你 他的聲音又更往上 對啊 所以為了不要讓他再蹭我 應該要讓他去當評論員這樣嗎 不行 為了不讓你蹭你就會說謝謝議員之對我的請教 你就好好當你議員 就結束了 不用 不用 應該說謝謝議員之不斷的點名我 我不是挑戰者 那你就繼續在電視台領通告費 然後我默默祝福你領更多 好這樣就結束了 對啊就不要回應他 對 因為你回應他他又可以跟你那邊開槓 然後接著他的演出就按讚數大幅增加 因為這世界兩面嘛 就是有人越來越紅就有人越討厭嘛 對不對 這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對 但是話說回來 未來這四年一定要針對議員之 是 因為我相信他也不會太認真 對 因為要針對議員之這件事情 就是很重要 對 他不認真 真的不認真 而且這個人你針對他他一定毀你 好 那毀你之後 板橋東區的那個 對於戴偉山的那種 那種 期待感 期待感 就像水在沸騰一樣 他廢四年 對 然後初選 親戚過關 然後立法院 扳回一城 這個叫做戰鬥女神 對 為民進黨 爭回一席 打倒月圓之話 那下一個就是選新北市場 你的人生土都沒 畫了很多的picture 但是你記得你要當新北市場 你要當副市長 你又當副市長 沒有 我在下面 他有四個小孩 我在下面就可以緊養他 四個小孩要養 三個 三個 還沒有四個 還沒有四個 我不小心說錯了 這太危險了 不小心說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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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錯了 我錯了 我在下面可能問說 第四個是誰的 對啊 你不要讓你太太聽除夕這一集 好好好 我回去把它去抓緊 那天好好做家事 不是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訪問太多人 所以我想 每個人家小孩的數量不一樣 會有時候會記錯 所以我真的記錯了 三個 更正更正 三個 那好了 願望已經講清楚 你的願望就是減重 對 那減重的目的是為了 健康 健康 而且我們馬上就要迎來2026的苦戰 我覺得我們要準備好 講到健康這件事情 沒有你們都會有 議會會都會安排你們做例行的健康檢查嗎 一年有一次 他應該是補助 不叫 他不是他安排吧 不是他安排 他就是你可以自己安排 那他會給你一個額度的補助這樣 因為可能有人喜歡不同的診所 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你們都有去做健康檢查嗎 其實我沒有 我有耶 我每年都有去做 所以其實我去年是浪費掉的 對 那既然沒有做健康檢查 你怎麼知道你的健康做的問題 或者是為了健康要去做減肥呢 感覺很清楚 因為年輕的時候我算是運動員 那那個時候你的體能就好 我可以接一下你的電話 打一下給你太太嗎 應該在上班 你老公啦 一杯不好 要補 那其實我應該就是不需要補 也就是要調整自己 因為我以前是運動員 那時候體能狀況是很好的 那其實做正正工作之後 我就覺得那個身體越來越萎靡的狀況 我以前是做 是跑田徑的 就是短跑 小時候是跑短跑 然後來跑就是 也不能算長紀旅 可能跑5公里 10公里這種的 對 那後來又去 部隊裡面的時候 也是體能很多 因為那時候其實就在爬山 所以那時候體能是很好的 然後後來做正正工作之後 就真的是 越來越不運動 越來越不運動 那加上當選議員之後 應酬更多之後 那個真的是 體能會一落千丈 那我覺得最大的影響就是 你的思緒會越來越混濁 因為你的身體的狀態不好的時候 你的腦袋就常常會卡 會卡住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對我們來講就是 以後你是要靠腦 年輕的時候你可以靠身體 可是現在養身體 是為了能夠讓腦袋好好的運作 對 不會早上起來會混混的 對我 昏昏的 像傑銘哥每次都這麼早起來 要錄這個節目 可是你還可以保持這麼清晰 這很厲害 因為傑銘哥都早睡早起 對不對 對 他跟你看齊 這個女生 他與孫俱來就是 這個世界 因為他蜂蜜賣得很糟糕 真的啊 他出現的時候哪裡需要吃蜂蜜 山上的老農都生氣了 對 那我就幫他看齊 老農好險不是反敲的權利 自己頭戴尾山這樣 你知道其實戴尾山出現 對於三種產業是傷害的 一種是蜂蜜 對 第二種是牛奶 對 他的皮膚可以擠住牛奶 對 擺到類似的 第三個是起司 因為牛奶 因為牛奶就不需要 起司就不會生產 對 產業鏈 破壞了整個產業鏈 產業也消失 好啦 我其實要說一件事情 在做議員真的是非常辛苦的議員 因為我 當你們剛剛講到議員是300萬的時候 我就想到 人家民進黨的議員大概就是 現金流 每天就是現金流 因為 進來的永遠不夠出去的 對 但是在議員之內說 他不但有議員的收入 還可以有那個 通告費 然後又不用服務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國民黨的議員 似乎真的不需要服務 而且這是一個陷阱 就是當民眾跟國民黨要求服務 國民黨不能服務的時候 那麼民眾就會要求 戴尾山來服務的時候 就會爆發類似幼兒園的事件 而且其實會這樣 就是 其實我們地方的民眾 好 解釋一下 今天是主席 我非常高興我們又再次見面了 悠可姐在那裡等 歡迎回來 新聞報名 他們剛才聊天聊得愉快 我在算描述 你們該在什麼 要唱愛情的片子 對啊 要唱 為什麼要唱愛情的片子 我很好奇 因為我們剛剛在說 很多選民會讓我們服務 像你剛剛說的 業員之的選民叫我服務 服務完之後還是投業員之 所以愛情的片子我問你 然後那個酸飄的片子我問你 金碧的片子我問你 這個真的有點尷尬 這很普遍 非常普遍 真的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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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覺得最麻煩的事情是 你幫他服務的時候 還嫌你服務得不好 然後捷一頭業員之 但沒關係 這個服務得好或不好 這可以大家自己去思考 我覺得這還好 但是如果真的有服務 有服務好 真的拜託大家 要把選票回歸給我們 對 這個 我想要選票這部分 當然已經 這個年已經過了 我們剛剛談的是願望 那這個秉柚已經談到 他的願望就是能夠 減重讓思緒更加清晰 但是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是我早上不論天氣冷天氣熱 早上一定洗冷水澡 所以前陣子 六度的時候 洗冷水澡的感覺 真的是 然後洗完之後 給人大清醒 哇塞 那我要跟你講一下 你說 那會不會覺得很恐怖 就是你要 洗冷水知道那個溫度很低 對不對 對啊 你心中會不會有恐懼呢 我當然有 我知道 你知道就是 不是 你要全冰的水 還是你要稍微調一點熱水 沒有沒有就是 全冰水 天啊 就是直接開冷水那一邊 你知道那個冷水期是這樣 勇士 熱水期是這樣就是 你開熱水那邊 其實水量比較少 對不對 正常嘛對不對 你開冷水的時候水量比較多 對 那你試想一下 那個冷水再加上 那個量很大加上那個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這首歌真的太棒了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在洗的過程當中 妳沒有那個心情這樣嗎 妳可以引起她的PTSD 妳可以試試看 六度去洗得最早 妳覺得沒有花辣辣的心情 我不行 可是當然 洗完之後的感覺是 就是會全身通體舒暢 對 所以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早上出門的時候 就是外面天氣很冷 然後我會流汗 然後等到入完一個小時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其實白天的溫度 會比早上稍微回溫 結果反而會覺得冷 就是因為反而洗冷水 冷水澡會比較 就是妳身體自然的機制 它就自然 那我立刻清醒 然後就想 戴尾聲在幹嘛 先還她臉書 丙佑呢 可惡 她為什麼沒照我節目 好 下次早上清算 不是啦 這變憤怒了好不好 好 剛才丙佑是說 她希望能夠減重 可能這是 所有女性想的事情 所有每個女生都想 很多人都說 她另外一半 從認識那天說要減重減重 等到兩個人都老了 六七十歲的時候 另外一半說要減重減重 所以減重叫做越減越重 但我還是祝福秉佑能夠心想事成 謝謝 原來她的需求竟然那麼少 睡飽減重 可不可以一點為她自願的 國泰民安啊 和家康樂啊 好 祝吉明哥 這個 我也沒什麼好祝福她 對 妳看妳也沒什麼好祝福 其實就是那個 就是我們本來在追求目標 所以不是特別用 因為我們每天都希望這樣 而且這就是我們工作的目標 就是 我們每天這麼努力工作 就是因為希望國泰民安 所以她不是只是放在我心裡 而是我們要用行動去實踐她 其實我以為秉佑的想法是說 為什麼是偉生要選立法委員 我的願望四年後我也選立法委員 我沒有 我的願望就是 幸福都很厲害 我們還是可以處理掉 我的願望就是 我也要賺大錢 然後這樣我就可以支持戴維山選立法委員 什麼東西 議員賺大錢 你可能要跟我一起放空股票 可能 對 好 那當然大家其實不是期待秉佑說願望 我都知道本節目最期待的人是 未來的板橋立法委員 也是新北市的女戰神 在她從日本回來 全身帶著日本位的時候 問一下 你 新年的願望是什麼 新年的願望 好多我很貪心耶 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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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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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生小孩正好兩年後 就選立法委員 大家真的都問我什麼時候要嫁啊 我最近去 我前一天去發那個春聯 每個人都這樣問我 不知道怎麼答 但是有太多願望 第一個願望就是要 好好思考怎麼面對侯友宜 對 我說趁年假 因為今天是除夕嘛 我們有好幾天可以休假 那去思考一下 新的會期 未來三年 到底侯友宜這個人 就我們站在什麼立場 去監督他也好 因為最近提罷免案 真的很多民眾有在問啊 對 我在地方上掃街啊 大家都在問說 我們到底有沒有罷免侯友宜 當然他確實選完是沒有進議會報告啦 但是當然我們也會覺得說 是不是應該選完 大家應該要為國家要一起團結 那是不是 就是罷免這個事情還要再慎重考慮 對 但我只能說基層對於這個事情 是很有熱度的 嗯 所以第一月是 好好休息等了 過完年修理侯友宜 吃飽喝足之後 要當然要好好的繼續衛免服務 侯友宜一切修理喔 那第二個願望呢 第二個願望 其實跟秉優差不多耶 我很想要恢復運動習慣 其實我也是運動員耶 我以前有永度日月潭 然後我有跑馬拉松 也有在爬山 可是從此時候 當上議員之後真的好難喔 我只知道一向爬山而已 對 對 因為戴偉山爬山 他一定會在山上 潑他爬到頂峰的歡樂的情嘆 對 這個我有注意到 但我不知道你也是漁泳高手 現在真的也沒有在游 但那個陣子有在游比較多的時候 我真的有去永度日月潭 在2014年的時候 然後有順利的完成 就是我還蠻喜歡戶外運動的 不過就是選上之後 就真的很難 不過我最近去日本啊 因為爬山變成說 其實這三種裡面 最容易達成的一個事情 因為我只要排一個 可能一個週末啊 或甚至是可能是 我也常會去夜燈七星山 為什麼七星山要夜燈 因為白天的時候太忙要跑湯 只有在晚上的時候 那七星山在哪裡 七星山在陽明山 對 就是在台北的陽明山 在那個陽明山國家公園裡面 上在北投嘛對不對 對 上在北投 所以你夜燈七星山回來的時候 滿天再去服務 對 所以他晚上不用睡覺 喔 不用 還是要睡覺 可能有時候就7點 8點去啊 然後就開頭燈去爬 羨慕 體貼真好 其實大部分大家印象中覺得 戴外山的心態應該屬於宅女 但其實你非常的 他不是 他不是 運動性的 對 他很運動性 完全沒辦法感受 他就是因為是在晚上爬山 所以皮膚還是可以維持這麼好 有可能 對 這就不會曬太陽 對 不會曬太陽 基本上我覺得他有那個 牛奶的DNA 好 所以是希望恢復運動 我看還是很難啦 好 罵侯友宜交流禮是不是 罵侯友宜 對 侯友宜在監聽喔 我好怕喔 沒有 我覺得沒有問題啦 因為侯友宜還是會堅決的支持 本節目繼續下廣告喔 真的謝謝新美市政府 多下廣告 那下廣告的數量一定要多於民進黨政府所公佈的廣告 我非常感謝 有沒有很痠啊 有 有沒有很痠 那個檸檬都擺在桌上了 有嘛 大豐收 謝謝侯友宜 謝謝你真的 在我這個 過去這一年 廣告的支出 讓本節目有賺到一些錢 非常謝謝 而且你的支出 真的比這個民進黨多 那我希望 未來一年 侯友宜麻煩你 不論是 繼續進步 不論是社會舉例要廣告 然後那個 你們有一個叫做 就是當時找萬里麻煩那個舉要怎麼舉 地震局 地震 對對對 兩個就長都被我們告了 對 地震局也真的麻煩多打廣告 你們這廣告真的受益匪淺 尤其在社宅的部分 廣告真的很多 好 那要加碼 那另外還有 最近這個 又有幼兒被悶死了 所以衛生局 好 肯定要來打廣告 社會局才是誰 社會局 那這個衛生局 警察局跟教育局 最近有個 對 警察局有這個 警察突然之間 因為壓力太大而過 所以警察局 也要來打廣告 所以這樣算起來 以後本節目 那個廣告一定滿 那讓民進黨覺得難過 對不對 民進黨都沒什麼廣告 對 選舉人 但是我們很認真在做事 所以不需要打廣告 但是也是因為沒打廣告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做了什麼 所以我們看不出來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跟我們的總經理說一件事 我們每次節目都有 過年都有各式各樣的 就是像過年就是 就是年夜菜 那在這個 這個什麼 種植節的時候 種植啦 中秋節有各式各樣視頻 我其實本節目都 得到大家的觀愛賣得不錯 我決定把一部分的經費 替秉佑跟韋山 由我來支付廣告費 那其他部分麻煩 就是一定要證明 新北市的廣告費 超過民進黨 全部的執政者 給的這個廣告費 這樣好嗎 好 好 還是好 那我蔣萬恩要學這點 多一點廣告 蔣萬恩都不給我廣告 害我都不好意思 你看我可都沒有罵蔣萬恩的 所以廣告一定要下 那至於賴清的總統 要搬下廣告 你自己心裡覺得 好 這個有沒有公然威脅 我回去跟他報告 他一直在這裡 有啦有啦 其實廣告是很多的 好 那我們剛剛第一個是侯儀 有第二是運動員嗎 第三個是下廣告 不是 第三個 下廣告是傑明哥的第一 又先新年願望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喔 我不知道 有好多想做 但還是想要多陪陪家人啦 陪家人 其實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這是我們當政人物 都會有共同的狀況 是那隻狗 最難的 還是 爸爸媽媽 狗狗也有啦 可是狗狗每天都會帶牠去遛狗啦 問題是你的家人不在行北市啊 對啊 就在南部啊 所以變成說我們還是要找個時間 多去把握錢陪牠們 因為阿嬤也已經八十幾歲了 真的 就是整張回去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就是 真的 家裡有親人要好好的接近 你應該一整年沒有回去 我大概也是七八個 其實我中間有斷斷去有回去 是因為你有剛好有回去 有下去浮選的時候就可以順便 但是像 我就 好像這一整年我都沒有回去 真的 那真的很 因為那個不是我們 浮選的一個區域 不是 這一題我留在下面 不要太早講 對我們要說你 過來你要不要回家人 這題你們講太早了 太早了嗎 太早了嗎 尾山總共有十個願望 現在在講三個願望 真的嗎 好 我們趕快 趕快趕快趕快進度 趕快趕快進度 快點 十個願望 漂亮 我希望有更多上節目的機會 我想要跟葉遠之看齊 沒有 沒有 這願望應該有 你自己不是有開一個什麼 什麼政治 讀新書 那是民黨支持的 沒有沒有 它就是那個傳媒 他們自己有不同的頻道 不同的時間 然後找不同的政黨來主持 那我就會以專訪為主 就像傑民哥這樣 跟傑民哥宣習 我們都胡言亂語 這個是很重要 對 應該 在應該是 有可能嗎 對不對 會會會 不知道 一定會 只要講句話 我現在是板橋立法會 你們剛剛不招我 給你修理掉 不敢不敢 我一定叫CN關你電視台 NCC CNN CNN關你電視台 你知道 憲民哥今天太high了 過年就是這樣 其實我其實認識 因為立法院院長的時候 那我就討論到 到底深慾的朋友們 你們是幫了民進黨 還是害了民進黨 這個主題我發表的看法 然後我就說一句話說 大家都不希望 高鴻安選上 其實講的是高嘉瑜 我一直講高嘉瑜 然後我一直講的是高鴻安 然後那個 我們台中都有監聽者 譬如說 傑民哥你講錯 你講是高嘉瑜 你不是高鴻安 那個邏輯就是 你們不希望高嘉瑜選上 然後所以最後結果就是51比52 國民民黨就變第二大黨了 然後接下來 尤錫坤就接受賴清德的委託 一定要拿到這個院長的位置 所以尤錫坤就被賴清德說 賴清德說 你忍重負重哥哥 麻煩你去跟白黨來討論這個事情 讓將來的院士可以更和諧 然後他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要去跑去罵尤錫坤 說尤錫坤為什麼對白黨這個低聲下氣 從頭到尾就是因為你們 讓高嘉瑜沒選上 所以立法院沒有過半之外 而且席次又變第二席次 人家去求院長的時候 你又去怪人家尤錫坤 所以我講這個故事 是我還是覺得 心裡不是很開心 所以順便再提一些 不管你要談開心事情 但我不斷地把高嘉瑜講成高鴻安 然後我們台中緊張的辦事 傑銘哥又講錯了 是高嘉瑜不是高鴻安 對 有時候憤怒會這樣子 好 所以上節目應該是沒問題 當然一定要拱這個最 其實電視台是CAMERA的這個 不論是政論或者財經 其實都是CAMERA 就是它是CAMERA Business CAMERA是Beauty Business 就是男生要帥女生要美 所以這就是秉優為什麼 一直沒辦法上電視 對 真的嗎 他不是不帥 而是他小胡子很來上去 可是只要軍事方面 好像秉優都會被咬耶 因為他是軍事專家 少啦 少數少數 可能今年 你一定要把這個事情要強調 我會 對 我會跟東升的說 因為東升也要開軍事節目 因為M503事件 大家會覺得未來軍事會越熱鬧 所以你 對 的確是會 我的確是在 沒有辦法寫進去 第一個 要上戰爭節目啊 因為 這個有點就是人血饅頭的感覺 所以我都不好意思講 不然你可以自己開個頻道 叫秉優戰情室 然後開始分析各種什麼武器啊 什麼什麼 我覺得很有 其實我有考慮過 但是因為就是 如果你要做 你每天要錄的話 你的事情準備其實要蠻多的 一週錄一集就好 一週錄一集 一週錄一集 我們也可以自己開一個代狀節目 而且你那個講得好 YouTube收益很高耶 真的好 對 可以來準備一下 因為我看YouTube的收入是最好的 真的嗎 對啊 這樣我就有錢繳檔費了嗎 對 你只要講烏克蘭講 講深一點 然後你那個相片秀出來 然後 對 有必要你可以在旁邊 因為你講一句話我就鼓掌一下 我真的會這樣 真的 謝謝 我真的會這樣收聽率耶 對我們要再想一下 因為其實的確就是說 很多人也有講 今年的狀況 你在講軍舞的時候 我還可以在旁邊裝白癡的樣子 太犧牲了 太犧牲了 這樣我就太不好意思了 對 然後你會看到我白癡的樣子 就增加10萬人了 有可能 大家就為了看 我講什麼 就不是很重 大家原來 這邊也會這種表情 目瞪口大這樣 表情包 真的 未來的一年是直播的年代 是 真的 真的 對 這件事偽善已經越做越好 對 所以 真的 那我就要迎頭趕上 對 未來是YouTube的時代 年輕人根本不看電視 我家那位公子 對 他的電視機是拿來玩電玩的 喔 那他還需要大螢幕嗎 要 玩要大螢幕才好玩 這女生沒有 代表我們在玩 對 你真的沒有在玩 他不是電玩女郎 電玩女郎 他是高山女郎 電動女郎 那個才過癮 而且你找人 比如說 三四個人一起玩電玩的時候 那個螢幕要大 畫面要大 對 那個才會嗨 小螢幕嗨不起來 嗨不起來 這麼大了 那種 六十吋 對 跟人 人是一比一嘛 六十吋大概就可以到一比一的 對 那才過癮 沉浸的感覺 對 這個是一個好期待 我這樣講 真的 在未來 其實從去年開始 就是YouTube的時代了 就是柯文哲 他這部分做得真的很好 很強 對 但是我覺得那是很多經驗累積起來的 就是你必須要不斷的try 然後一開始人不是很多 但是突然今天爆了一個故事很精彩的時候 YouTube就突然增加 所以真的未來是一個直播時代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 歡迎來行文棒 今天是除夕夜 當然也祝大家全家團圓 當然很多人如果你是出國 沒辦法聽到這個消息 那就不用聽了 因為今天我想每次年度的盛事 就是只要我在報導的一天 每年過年都要麻煩這兩位來到我們現場 因為我覺得他們兩個不但是默契好 而且我們整個畫面看起來非常和諧 會凸顯戴婉山的美 傑明哥的老 還有筆佑的帥 好 而且可以想看去年所期待的事情 在今年有沒有發生 當然我們剛剛總結就是 戴婉山小姐她最希望的事情 竟然沒有立法委員這件事是蠻遺憾的事情 她第一個就是能夠多上節目 我們節目很多製作人有聽到 所以婉山說她要上節目 希望她每個節目都看到她 要變漂亮這個不用講她本來就漂亮 只是能不能就是從變成18歲的樣子 是比較關注的焦點 裴家人這不可能跳過 運動員跳過 侯友宜這個 這一定百分之百有啊 關鍵 來迪佑 關鍵 今天來在2月1號的新聞 2月1號的媒體 好2月1號的媒體 好就是進入到2月份 那麼媒體就說出來 侯友宜現在在積極的佈局 2026年 這是真的假的嗎 是啊 是啊 這她不應該是說好好的回來替新... 不是加倍奉還嗎 原來她加倍奉還是要 要再準備2026年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你們聽到什麼消息 但那兩個副市長是不是抖割嗎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畢竟她這次選舉完 她的在國民黨內部的地位 她還是有下滑 所以她如果要 能夠繼續延續她的政治生命的話 她一定必須在2026的時候 發揮重要的影響力 她就是以後就是做大佬嘛 所以 不是為了她自己 是為了她自己 也不是為了她自己 就是她的浮選的工作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她的佈局可以搶劫 就是未來議員會更多 然後她會推出她自己的市長的候選人 然後來把整個新北市 納入她自己的派系的旗下 以後就一個國民黨就一個喉系 我覺得這個是她現在最要緊的事情 因為 在談罷免的時候 我們已經比較緩和了嘛 其實我們目的其實是為了 修補社會的裂痕 可是她的角度是還好 我就不用在這件事情上面費心 前陣子其實就是我們在地方上跑的時候 看到那個很多她的爪牙 都跑出來 各種跑通啊 我們就想說你選完你幹嘛做這事情 其實他們都是來確認 他們是來確認第一件事情是 你有沒有要提罷免 對 誰在準備罷免 第二個是看看大家的動向是什麼 然後在中間找到有沒有 他可以發揮的空間這樣 而且他們還是會讓公務員去做 就是類似反罷免的事情 像我知道有些民間已經在連署了啦 那就明天自己自發的 他們就是在那種市場口擺攤啊 捷運口擺攤 對 他們會叫警察直接就跑去抄他們的攤子 所以他們基本上你要在那個地方 擺十分鐘以上是不可能的 或你在那邊你只是站著連署 他都會驅趕你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有點不太尊重民意啦 我覺得那民意你就要讓他自己去表達嘛 那你怎麼可以又運用公權力 你選舉已經把你的市府變禁總了 天天發新聞稿 還半夜平安夜有給我發新聞稿 對 我們每天都很在那邊回應這些市府 都要幫他擦是抹粉的東西 對那所以真的很不行 而且他在選舉期間 他其實大量的有做實體的動員 是公務體系 實體的動員喔 當然對他來講不見得是很正面 可是那表示還是很多人屈服在他的這種 壓力之下 對 這個其實是很不好的現象 就是過去其實我們講 公務員這個行政中立的部分 大家還是盡量想辦法達到這個目標 可是他願意去打破這個目標 逼大家出來表態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其實會讓很多我們過去 覺得很重要的價值會被破壞掉 對 所以這個他說佈局2060年 這很嚴重 這非常非常嚴重 也沒有人直播他被驅離 其實被驅離就直播喔 我現在正在被警察驅離 因為我在連署罷免 那警察也不能把他camera給消失掉 當然不行 對啊 直接播啊 所以我如果今天是霸美團體 我一定會設一個所謂的 侯友宜警察破壞聯盟 然後就派他們找警察去 那警察因而無辜啊 他們也不想要去抓這個事情啊 是啊 他們現在人力也不夠啊 而且要春安之類的 對啊 那我甚至被帶的時候 我會說警察先生你會不會覺得你很辛苦 我反問警察啊 看他怎麼回答 他們表情一定很尷尬嘛 就把他尷尬上船啊 侯友宜破壞警察 這個就跟我們之前去海山分局那個一樣 這些直播都會有人要看耶 對 因為這是非常反差的 警察先生你看前面交通那麼阻塞 你來查我的直播 把我這個罷免 你不去查交通喔 然後就對著他看警察怎麼回答 我覺得會讓很多人同情警察耶 就是說怎麼侯友宜要這樣的欺負警察 對啊 為了他個人的位置 你今天沒有講我真的不知道耶 我應該要去擺個攤子 然後被警察驅離 帶走 對 然後我們兩個在去救你 而且我要求被帶走 對 對 然後就喊 好友宜 好友宜 我是翁傑銘 出來面對 出來面對 出來打球 出來打球 然後一個播那個記者 看有沒有記者願意來 出來連署 沒有記者要來 自由時報一定不會來 好啦 題外話 不過我這樣講 我其實當然假日會講開心的事情 但我這個被帶進到另外一個很深層的環境 就是覺得怎麼會是 我這樣的人呢 好 我們還是談到開心的事情 你剛剛講到 就是我們其實每次都喜歡問名人說 你的這個就是假期 難得的假期 會做什麼樣的準備 維珊 準備說年假喔 對 年假 對啊 做什麼 我沒做什麼準備 結果我就拖個行李的時候 我就回家啊 帥喔 就這麼簡單 然後要記得東西要帶好 那過程要不要直播 直播嗎 好像還滿有趣味的耶 沒有啊 可是來不及了 沒有 不是啊 就在拖行李的時候就直播了 我就是現在要回家了 然後對 然後大家就看到尾山前面 然後那個按讚書就開始 都是那個小紅心 愛心 愛心 對 而且那種感覺會讓大家 我為什麼說回家的直播會讓大家感動 因為很多人都跟你同樣的心情 對 然後你也跟大家一樣 就是未來立法委員也跟我們一樣 就是未來的戴偉山立法委員 也跟我們一樣都有回家的需求 這個很紅耶 會不會大家開箱留言說什麼 班次開太少了 我們都站著回家 是要走 你為什麼可以做這個 手裡懸民服務 對對對 不會不會 這也很好啊 這也很好啊 就還是謝謝大家我回家了 對 祝大家美好一年 其實我記得以前 因為曾經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那時候 我那時候在伊甸市有主持節目嘛 當然好像不提當年 我們只是在那時候 因為這個一被柯粉抓過來 當作是一個主話題 就是因為 那時候我們討論內湖交通 也有塞車嘛 對 然後就有一個人打 那時候我們有接call in嘛 然後就有一個人打過來說 什麼髒東西啊 什麼江燕大隊啊 說一路大順暢啊 那是十點之後從戲子到 十點之後嗎 一定是一路大順暢 我江燕大師 如果十點還塞車 我看那個內湖南港的腦就崩潰 那他就罵完之後 就有人就減嘛 有三個年輕大學生 但是他現在已經 時間已經過了好幾 他們應該已經出社會了 對 接受社會嚴格的考驗 過去的浪漫 太棒了 接受社會級的考驗 然後三個年輕人 因為那次的典禦 超過百萬嘛 一直在累積當中 那應該替他們賺不少錢了 那三個還特意拍了一個 他們處外旅遊快樂的表情 然後還動員他們的人 年輕人來圍教我 說你不要講這三個人不行 他們只是表示他們的意見 我覺得不重要 然後那時候那個誰 就是雲美人就跟我說一句話說 他接到我第一句話 因為那時候 你被人家攻擊難免會有挫折 對啊 但是那次完之後 我就沒有再挫折 這是什麼攻擊都你家的事情 對 已經金剛不壞之前 用免疫力也打過疫苗了 已經百萬人 百萬人點閱了這 罵我的話 還有這世界還有什麼更可怕的事情 百萬人罵我一個 我真的覺得太了不起了 我忘記名有那麼了不起嗎 好 anyway 回來這件事情 那我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有點obstreet 然後雲美人見到我一件事 他第一話是恭喜我 我說為什麼好恭喜 我被一百多人攻擊 一百多萬人 一百多人攻擊我 好厲害喔 我有什麼好恭喜的 對 又不是一百人喝喜我對不對 他說不是 他說就媒體的角度來說 負面正面都是流量 對 柯文哲就是極致 對 負面正面 所以你跟他說那些流量 落實 其實那就是正 對負面正面都是正能量 最後也是最怕是拍了半年沒人提 沒人提 不會啦 尾山沒有這種問題 對啊 對啊 而且這個是一個很必然的趨勢啊 對 所以就是回家嘛 踢著行李就走了 這個其實很好標題耶 我踢著行李就回家了 對 柯文哲好 那打算在南部待幾天 我會待到初四再回來 對 因為初五有一個活動 回來繼續跑湯 那你真的有沒有考慮到 衣服後面要寫 請勿拍打衛視 我會慎重考慮 因為你爸媽一定會帶你出去玩 對會一定會一定會 他應該請一個助理就是拿牌子站在那旁邊 請勿拍打 欸這還蠻好笑的耶 其實這應該蠻有梗 對 不是我其實比較想的事情是 我要快遞一些鞭炮到他家附近 對 待會兒再回來囉 回來喔 我來立法會回來喔 民進黨發言人回來喔 我們台南的 高雄 高雄 高雄的長不見 長不見 不錯喔 其實我一直搞不清楚 因為越來越是高雄一直台南 回來一起 都南部人啦 對 然後再回來 對 再回來 然後爬山 好 當然我們想 大家今天想聽得 除了韋山回答他的告白之外 更重要的事情是 秉優呢 秉優的過年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一個議員 帶著兩個自幼的小孩 回到他的家鄉 當他抵達家鄉那一瞬間 會是什麼樣的場景呢 我們請一下秉優來形容一下 打掃家裡 直播打掃 因為 你會回去 你是雲林嗎 對我去雲林 你會回雲林家嗎 我們一定要做一個大打掃 因為其實 我家是農舍 那 當然不是比較早期大家想像的農舍 其實坦白說我們家蓋的比較大 那 最麻煩的一件事情其實就是 天花板的清理 還有 我們貼春聯的時候其實我是要爬樓梯的 就這樣 不是要爬那個爬梯子 所以我們家有一個很長的梯子 所以我要爬到很高的地方 然後處理舊的春聯 然後打掃 把整個門弄得乾淨 所以其實那個是每一年 必須是我做 因為我可能是家裡長最高的人 所以只有我 只有我負責這件事情 在我兒子長高之前就是 所以我都要負責這件事情 那 所以是要趕回去當長工嗎 是這樣子沒有錯 因為如果我不回去的話 就是做這件事情 其他人都滿有困難的 你現在男生就有你一個嗎 還有我弟弟 但是因為他就是身高就是在少一點 所以他就會做這件事情比較吃力 現在五金店都有那個六階的梯子 如果不夠高有七階的 再不夠有八階的 再不夠有十階的 我們是八階的 只有還不夠 所以我用那個八階的梯子都還很吃力 因為是老舊農舍他的 也不算老舊 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有挑比較高 因為他其實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本來是農地上面去蓋 所以他的那個土質比較差 所以我們有墊高 墊高之後那個又變得更高了 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要爬梯子去完成 所以你的過年就是出賣勞力 對 那接下來呢 會有人今天返回那個放鞭炮 那個賓佑回來 賓佑回來嗎 其實我已經預先把這些東西做好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村子很小 我是一個很小的村子 我們那個村子可能不到兩百戶 所以他們兩百戶會出來 我已經先把我的村臉全部寄回家 請我爸爸去發 欸資訊四五耶 這是滿榮耀的事情耶 其實我們村子有三個議員的事情 我有跟其他人分享過 對對對 那其實 但是我民眾不知道 對就是 你不要什麼事都跟 我真的嗎 欸我也是人好不好 我也是在旁邊呼呼吸一顆位置 今天好歹我也做一個名字 我們是西羅的一個小村子 小農村 那我們那個村子其實出了三個議員 三個之下是議員 而且我是最之前的那一個 前面寄生一個是苗伯雅 苗伯雅的媽媽是我們村子的人 然後林亮君家族也是我們村子裡面 而且我們還是同一個林 就是同一個林的 你要不要跟林亮君有沒有親幾位置 其實是沒有 但我跟林亮君就算是遠親 很遠的遠親 對 那他們其實也都不在那邊長大 但是就是前 上一代都是在這個村子裡面出生 那他們兩個都比我還先當選 所以我們村子裡面的廟 裡面會幫我們三個人貼紅紙 就是廟裡面有貼我們三個人的紅紙 就是恭喜這個誰家的小孩誰誰誰 當選新北市議員 當選台北市議員 對 就很神奇 好可愛喔 而且是我參選前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結果我爸爸已經退休了 他就在跟這些相親聊天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說 那個誰的小孩子好像也是 然後就把他找來問說 你們家誰誰誰是不是在哪裡做 他說對啊對啊 結果撿一撿有三個 然後大家就覺得很榮樣 因為我們其實不是一個很複數的地方 所以將來要在直轄市當上議員 首先要把父母親簽到那個村子 就有機會 就要高的機會選上直轄市議員 這樣我理解了 這濃度真的滿高的 但是我覺得 我兒子還是不要當政治人物 那賺不到錢 不要不要 我訪問李雨翔 李雨翔他有三個地方要去 他媽媽的那邊 然後他爸爸那邊 然後還有他老婆 兼親愛的女朋友 兼他前世情人的媽媽 有點複雜 對 其實都一個一個人 然後就是有三個地方 然後我就說 你回去的目的是什麼 是去看哪些房子可以賣掉來 你的一元費用嗎 李雨翔說 還沒繼承還不能賣 他已經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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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都在玩現金流啊 你每天都是拿西牆補東牆 然後尤其是 尤其是你知道 有一個很辛酸的畫面 就是某個人跟議員說 謝謝你 你供應的財 是我摸到的時候 每次我看到這畫 我就想到那個 辛酸畫面 人家其實摸到議員的財 他很開心 可是辛酸的畫面是 議員的薪水 基本上已經貼了差不多了 還要擠出財 還給人家摸 然後人家跟你說謝謝 那個說了謝謝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 他真的回去想說 家裡那塊地可不可以賣掉 好了 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今天真的很開心 就是訪問到就是我們秉柔 然後我們恭喜他 希望在未來的時間 有直播的節目 好 當然訪問到尾山 那因為尾山他的期待太多了 我們就不再說了 好 非常謝謝兩位 我們明年再見 明年再見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拜拜